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最深满房的 渡眼浪秀 我是你们班牧师EZEN 我是你们社护SAMON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讲 哎呀!SAMON师傅你很烦 为什么啊? 真的很烦 你才烦啊 干嘛啊?说什么? 这么这样 大家你们看到什么师傅寂寞啊? 我们先要讲情绪 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情绪 OK 那你们会想 诶 这么突然间 突然间 诶 你讲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 太快了 情绪 什么是情绪 对啊 什么一下子突然间 骂一下什么师傅 一下子又流眼泪 一下又这个 一下又那个 所以其实我们人 我们是有情感的动物 对不对 对 非常非常多的情感 对不对 那我们情绪就有分 好情绪跟坏情绪 好情绪有什么 来讲 什么叫好情绪跟坏情绪 对 好的情绪有什么 全部情绪都是好诶 没有 还是全部情绪都是好诶 没有 是不是 那好情绪我会想到呢 开心 嗯 满足 嗯 感动 感动 快乐 快乐 还有什么 爱咯 还有 还有 兴奋 还有 期待咯 对 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好的情绪 那我们也在讲 你们知道啦 你们看久了 你们知道我们的影片 什么东西都会讲到这个阴阳气的 对不对 要有正能量就有负能量 有天就有地 有暗就有光 对不对 所以 情绪也是一样 有正能量 刚刚我们讲的好情绪 就有坏情绪 那坏情绪 有时候会害到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有些人因为坏情绪也是会自我情神 自我了断之类的东西 那什么是坏 对不对 发脾气 脾气 生气 愤怒 然后还有这种 忧郁症的情绪 伤心 伤心情绪 还有什么 孤单 孤单 自卑感 自卑 还有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些情绪为什么有好情绪跟坏情绪 那好情绪 它可以帮助到你有好的结果 那坏情绪就有帮助到你很坏的结果 那为什么现在 其实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现在 你们知道 忧郁症跟焦虑症 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现在 开始小学生 中学生 就开始焦虑症了 为什么 压力太大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那个不是忧郁症 忧郁症 焦虑症跟压力 对不对 今天 如果你们知道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在美国 你们知道 美国很多学校 枪毙 什么这样子 就是谋杀一大堆了 对 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又来一个小学 被枪毙 为什么 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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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枪 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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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枪 对啊 枪毙 这个枪从来有来 其实这个枪 就是他爸爸 圣诞节的时候 送给他的一个枪 为什么会有人送礼物 不是手枪 是那种 你知道打炸的 那种枪 AK的 对对对 13岁 你想这种东西 通常是可能 20多岁啊 或者18岁以上的 但是这个13岁耶 我13岁的时候 都不懂在做什么 可能在炒吧 在玩啊 玩泥土 玩泥土 他有枪 而且他去谋杀 他杀了4个人 为什么 然后杀了差不多10多个人 为什么 不知道 犹豫症 他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 其实呢 我看了今天的新闻是说 他今天是第一天去那个学校 啊哈 不到半天内 对 他就拿枪出来去谋杀了 然后很多人就怀疑 他是不是被人家欺负 Bullying 对 然后搞到他有这个情绪 就是感觉 他很讨厌每个人 所以他就是要拿枪出来这样 所以你们知道吗 这些情绪啊 会弄到很多很多人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生活上 我们不要讲到那一边去啦 就是很像生活上啊 夫妻吵架咯 感情吵架咯 亲子吵架咯 跟朋友吵架咯 跟老师 跟学生吵架咯 所有所有的东西 就是在吵架之类的 或者是有好的 那好的就是讲 闺蜜咯 永远就是一起做好朋友 best friend咯 或者是感情很好 有看到老老的那时 老年人 但他们整个摆着头发 80多岁还是一起的 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啊 在这个情绪方面 我们刚刚有讲嘛 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这些 忧郁症啊 越来越严重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啊 他们不会去分析自己的情绪 他们分析不来自己的情绪 然后他们不了解自己 那你了解自己吗 了解自己 要先知道你自己的情绪 对 那你要发脾气的东西 什么会让到你要发脾气 那你开心 什么会让到你开心 那你满足 什么会让你满足 那你有成就感 什么会让你有成就感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要先了解自己 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啊 现在人很多不懂自己的情绪了 对 对不对 不够了解自己 这个情绪 这个情绪要怎样去了解 因为很多人啊 都是好像 自动的 自动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情绪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东西 你知道 为了情绪这个东西啊 他们从以前研究到现在心理学 特别有一个专科在顾这个情绪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情绪的力跟弊 它的正能量跟负能量有多少大的差距 跟它可以弄到多么大的结果吗 所以变成了很多人去study 就很像那些科学家 那些心理学家 就是去莫名其妙 就一直去找 研究这个人 这个人 然后我跟你们讲 这情绪的东西啊 不是人家可以研究出来 为什么 因为呢 每一个人的情绪都不同 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可能有 这个世界上有几亿人 就有几亿种情绪 对 那真正被记载有几个 就那几个咯 对不对 小我啦 可能高我啦 快乐啦 伤心啦 自卑啦 自信啦 然后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啊 之类的 忧郁情绪啊 压力啊 全部的这些情绪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研究出来嘛 那还有很多研究不出来 比如说可能 有些比较严重啊 之类的 你就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你完全没有一个答案 他在想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变成了 你要去研究一个人的想法 你反而自己的情绪又会波动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情绪 因为呢 情绪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是重点要跟大家讲 你们要去重视情绪管理 为什么 因为你情绪如果管理不好 你会弄到自己不开心 弄到身边人不开心 像比如说刚才西门师傅讲 那个13岁的少年 对不对 可能他自己心里有一些过不去的东西 或者他觉得这个快感是他要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玩这个枪是一个快感的东西 玩gamer之类的 所以他有一个错觉 所以他以为这个是开心的东西 但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同理心 那同理心也是一个情绪 对 是不是 所以他是一个整个连带关系很 就是一直连着下去的 对 所以当你可能他兴奋 我们来这样的讲 拆解他 可能他今天兴奋 他兴奋呢 他就去玩这个东西 但玩这个东西 他没有同理心 没有感受到别人受害 他可能觉得那个是一个快感他开心 或者是他可能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他可能有犹豫情绪 压力的情绪 压抑在他的身体里面 然后呢 他这个小恶魔在里面 他要爆发出来 那他不能够控制他的情绪 他就这样去射杀别人 那是不是自己也痛苦 别人也痛苦 到最后坐牢也是他自己痛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都是同理心 跟这些情绪问题 所以呢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啊 忧郁症啊 焦虑症啊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这个三个是最严重 多多少少 十个人 九个人里面都有重到一点 对不对 只是看你是严重焦虑 还是轻微焦虑 对不对 那通常呢 通常很多焦虑症 焦虑症的人 都会有那种像什么 开始自卑情绪 开始负能量 开始伤心 开始觉得自己不配得感 开始很多很多情绪 然后就开始抓牛角尖 然后就觉得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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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错 他的错 然后就怪来怪去 所以 这些东西啊 你们要去管理好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情绪方面的严重性啊 你们知道有多少的案例 因为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好 去从上面跳下来 那我就不要讲那句话 好不好 就从上面跳下来 你们自己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就没有命了 这样子 对不对 或者是 因为这个东西 去做了谋杀 做RAPIST 做强奸犯 或者做什么什么 或者是因为情绪关系 弄到别人不开心 去背后捅人家刀 去背后做人家小人啊 之类的 其实这些全部的根源都是情绪 对 对不对 那情绪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情绪呢 情绪就是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眼 眼睛看到这个 不爽 眼睛不爽 看到这个对这个错 看到 耳 耳朵听到人家讲你 耳朵怎样怎样怎样 听到 耳朵听到什么欢笑 对 鼻子嗅到什么 注意到 可能这个人的狗大便很臭 我很讨厌他 我杀掉他 这样子我讨厌他的狗 之类的 鼻子咯 舌 舌头吃到的味道 今天那个食堂阿姨 煮个饭这样辣 我讨厌他 我就要怎样怎样 他就在那边骂 对不对 身 身体 可能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觉得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压力很大 我要去枪毙扁人 就身咯 意咯 意念咯 你的意识咯 你想到这个人怎样怎样 就是讲什么 钻牛角尖的时候 钻牛角尖 这个这个这个是他的错 我的错 就开始就很大爆发出来 对 所以是不是全部是从 情绪 六根 对 所以这个六根是什么 就是在颠倒梦想 六根就是这个世界 全部六根在外嘛 所以你外面接触了多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了 所以呢你们讲一下 修行重不重要 所以很多人我看到 对 就是情绪控制他们 对不是他去控制情绪 对 然后很多人就讲 修行人是不是就没有压力 没有烦恼 没有脾气的 不是没有脾气 而是因为修行人的修为 他们会观自在 所以他们会知道 诶 他可能这个情绪要来了 或者这个东西 会让他引来这个情绪 所以他会观自在 他会知道 我的情绪要来了 所以我要做什么措施 来避免这个东西发生 来减低这个不好的东西 发生的风险 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修行 因为修行人是观内 不是观外 因为你六根在外 就是观外 对不对 你六根在内 就是观自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娘娘每天都讲 观自在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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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六根 一直在外的时候 你会被影响 这个颠倒梦想 会一直影响你 就是从情绪开始 对不对 从情绪开始 所以大家 你们觉得 这个情绪管理重不重要 是不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 因为我想到 刚好有一个认识的 对 他这个女的 他分手了 然后分手了 他就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 对 比如他男朋友 牵着别人的手 之类的 然后他就 情绪来 但是他不知道 他有没有去观自在 反而这个情绪控制到他 对 他就开车 哇 然后你让这个情绪来控制你 对 所以在情绪来控制你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磨了 这个心磨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在负能量 如果你有正能量 你当然是佛出来了 啊我快乐 我乐观 我感恩 佛主那一面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你有负能量 就好像人家去酒吧喝酒 对 哇 生气的时候 对 对 跟老婆夫妇去吵架 对 一大火皮去 去酒吧买一大香酒来喝 对 喝到醉醉麻醉 为什么麻醉 因为那个情绪在那边 对 不想去给他控制 对 不想去感受 对 然后有些人赌博 去赌钱 哇 那个兴奋 要逃避现实 或者逃避 然后兴奋来 哇 然后到最后是谁辛苦 又是自己辛苦 不然就别人辛苦了 因为你自己辛苦了 你还要弄到别人 你要家人 对不对 如果你 不负责任你从上面掉下来 然后过后你家人怎样讲 你家人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绪管理真的很重要 对 责任也是一个情绪来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个情绪管理真的 大家 我们情绪的学问是很多很多很多 当然我们今天一个影片 不可能讲完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影片 可以去分析更多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我本身 白物事以前 因为我们是做修行 再加上我们又在 就是做白物事东西 有关系到能量 所以很长啊 往往很长 很多时候啊 都是因为情绪先开始 所以我们是 反而 人家从心理学的 镜头是玄学嘛 那我们是从玄学 反观回去心理学 所以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 它没有办法分开的 对我来讲它没有办法分开 它就是永远是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我们希望接下来 我们可以去分享更多 关于情绪的东西 但是呢 也是要 这个影片要跟大家讲 要去关自己的情绪 到底要怎样去控制 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来避免不必要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去重视就对了 因为呢 我发现到啊 很多现在人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人啊 很不重视的 就是让这个情绪去带着跑的 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些情绪啊之类 他们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其实不是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错觉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颠倒梦想 所以你当然觉得 autopilot啦 你当然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自然发生的 因为你在颠倒梦想啦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颠倒梦想到后 你就当然是觉得 哦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也控制不到 但是其实你控制得到 因为这个是你的六根 六根就是six cents 你的sense是可以控制的 对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情绪好不好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 对 有那种情绪啊 对 伤心都好呢 对 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 对 这个地方呢 你每次都会听到 我爱你 你爱我 你就很快乐了 对 听到那个音乐 对不对 ok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结束 我也是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各位啦 对不对 好不好 所以的话呢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个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什么情绪你想要知道的吗 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都会看 然后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要follow我们两个的ig 还有杜远龙社的ig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 因为我们会时常的分享更多的玄学智慧给大家 还有直播互动哦 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